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蓝蓝自驾游 今天是12月17号 我现在在陕西西安的欢乐岗 昨天只跑了两单 因为早上车子打不着火 耽误了点时间 昨天好像是两点多才接到单子 接了两单 最后一单的话就在欢乐岗附近 所以我就直接开车到欢乐岗这边了 昨天在欢乐岗睡了一夜 现在已经九点半了 咱去修车 把大灯修好之后 咱就可以接远上单子了 昨天我加了-10号的油 加了200块 昨天-10号的油是7块8毛8一升 0号的是7块4毛6好像 加了-10号的油 今天早上一打就着了 都不再启动两次的 所以说还是要加-10号的油 昨天加-10号油加200还是明智的 昨天我考虑来考虑去 我要不要加 还是要加的 真的要加-10号的油才行 行了咱不说了 咱继续修车了 预热了一会儿的这个车子 今天就这样走路了 这迎面的这个风刮的脸都生疼 你说北方的女孩子皮肤不好 那就是天气也一定要南方就是养皮肤 这边全是修车的 只要你车子有问题 在这一块修不好的话 去别的地方也修不好 晾了晾了 只晾了一个 刚刚左边也晾了 但是晾了一会儿 左边又不晾了 可能就是灯泡的原因 换个灯泡呢 换个普通的灯泡试一下 换个普通的灯泡吧 就是那个灯泡的原因 刚刚把就是修好的那个模块嘛 然后放上去 直接就左边那个不亮了 然后后来又把灯泡换了一下啊 他说那个驱动给坏掉了 远光灯 它是用寄电器给启动的 然后进光灯 它不是用寄电器 是用什么 他刚刚说的我一下没听清楚 我没听懂 他说的太快了 反正就是灯泡 原因 现在又上去去修那个模块去了 然后把那个模块修好之后 他刚刚找了两个 就是那个小灯泡 黄光的 应该是圆车灯的 然后把它换上 等一下那个模块修好之后 放上去看行不行 刚开始是亮的 就是他把那个模块放上去 刚开始是亮的 就亮了一小会儿 他又灭了 灭了 那就是烧了嘛 就是那个灯光的瓦数太大了嘛 它启动不了嘛 对 就是他再去修那个模块去了 把那个模块修好之后 直接就换这个圆车的车灯 就是瓦数低一点 那个黄光的 然后放上去看行不行 如果行的话 那确定就是灯泡的原因了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那只能是模块的问题了 等一下看结果吧 车子一起动 进正奇迹的时刻到了 亮了亮了 看到没有 灯泡没有装进去 就放在外面了 那试一下 就是那个灯泡的原因啊 灯泡灯泡 这个灯泡不能用 只能换一个火灯 换一个什么样子的 亮了亮了啊 进光灯换成这种黄光了 就先换成这种普通的灯光吧 不然还怕它烧掉啊 修好了修好了 看到没有 远光进光都亮了 这太棒了 修好了修好了 终于修好了 哎呀 这个修大灯 还是有一点坎坷的 他们还是比较专业的 他们就是主要是修电路这一块的 就是那个灯光的原因啊 就是那个灯光 它会烧掉那个芯片 然后它芯片发了两个 还好发了两个 如果发一个今天还修不好 它本来是放上去了芯片是吧 然后过下来试 刚是就是刚放上去两个灯都亮的 过了一会儿 然后一个灯就不亮了 他说这个灯泡就有问题 这个灯泡必须得换掉 不换掉的话 你换掉另外一个芯片还是要烧掉 所以他就很果断的就把灯泡给换了 然后换了就很普通的那个叫什么 鲁素大灯鲁素灯泡就是那种黄光 最普通的那个灯泡 他给我换了两个灯泡也没收我钱 然后又上去 又把那个芯片给换了 对他发了两个芯片啊 从广州过来 他说 从别的地方发了快递走路运 还没发过来的 从广州发过来他发的是飞机 就很快速就发过来了 真的太棒了 修好就好了 哎呀真的是 就是这个灯泡的问题 这个灯泡不能用 这个灯泡他给这个不适配 他这个瓦数高 瓦数低点就好了 行修好就行了 哎呀真的太棒了 如果大家有到西安能说来修车的话 大家也可以联系我 我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他 这个老板人真的超级好 今天你知道多冷吗 来来回回跑了多少趟 然后我的那个 防冻液还是机油就是 有一个 就是上下两个半元怼在一起的那个 那个火装的 我说我说你帮我检查检查 其他的要不要就是一损件啥的 要不要修啊什么的 该那个什么防冻液啥的 你看少不少要不要补一点 他说行我看一看等下给你补一点 他帮我补了 也没有收我钱 老板真的是 特别特别好 如果大家有到 西安啊 车子有问题的 可以联系这个老板 我把 这个他的门头吧 给他放在这里 大家 到花朗港这里 可以找他去修 这个老板真的太实在了 好 先这样子吧 我开始继续接单了